ok 我们建立了一个分享 这个分享 是一个不需要使用者验证的分享 你可以看到在这上面 我们的路径 分享路径是srv share 的目录 我们在这后面 已经把share目录做好了 它的权限是75 然后 guest ok 表示 不需要使用者验证的人 也可以进来 guest only 更表示 不需要使用者验证的人 才能进来 那什么意思 有点像ftp的inominus 那我们实际使用的状况 是什么 换句话说 这个分享不需要使用者验证 而使用者验证过后的人 虽然可以进来 但他不会是他原来的身份 read only no 表示 他是可读写的 所以可读写这样表达 有一些人 有一些状况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写法 比如说叫做 writable yes 这个 这个也对 可是我比较喜欢 写出最原始的状态 他这个参数最原始出来是这个 如果你对于设定参数 有意见 或想要进一步了解 你需要看man page man fi smb.comf 像这样 你想要知道 read only 搜寻 read only 可以看到 read only know read only yes 这上面有没有 没有 往下找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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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 only 这个指定的状况 好 这边都很多 read only yes 这些 read only 在实际使用时 有什么样的 差别 map 什么的 read only 他写一个s 告诉你 man page里面的s 表示这个参数 专门用在share上 就是下半部的分享上 他这个参数 如果专门用在一个 写的大写的g 就叫做global global的意思是 上半部 那个 nbd的部分 s inverted symbol is writable 所以他这边 有一个相反的过来的写法 叫做writable read only 是专门用在share上面 他是一个 相反的写法 就是writable writable yes 那就是什么 就可以写 read only yes 就是唯独 刚好这个意思是相反的 因为我们在使用起来的话 是比较方便 你看 这边这个参数 r开头的参数 这是一个global的参数 他可以用在前半部的地方 好啦 有机会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这些man page man page里面的东西 非常的标准 而且非常的正确 最好使用man page 来学这个东西 因为参数实在相当的多 好 这个时候 你看我 存档 存档之后 我们要启动伺服器 启动伺服器的过程 比较特别 你看 以前 我们在别的版本上面 曾经遇过这个状况 比如说像sus linus 现在rehead linus 也搞了这个东西 你启动的时候 要开两个demon 一个叫做smb 一个叫做nnb 好 那你启动之前 你可以先做一件事 这个动作叫做test parm 它的目的是什么 它帮你检查 你刚刚所写的设定档 smb.config里面 有没有拼错字 有没有 语法错误的 相关的问题 如果没有 它就跟你讲 这个没有事 它有错误讯息 这边就会出来 Please enter to see a dump of your service definition 你可以按个enter 你可以看到这后面 这边我们所写的一些基本的参数都会上来 今天我故意把它的netbox name 改成f1 好 故意的 然后呢 这刚刚讲的那个security那边都没有出来 那都是预设值 你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做的第一个分享 它是一个free share 它的位置 跟它的基本的参数 如果没有问题 Service NMB Start 启动 好 NMB启动还不够 不算 不够 SMB Start 可以吗 这两个都开了 这两个都开了以后 两个都开完 开完以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接受服务 外面的人 外面的人 有两种外面的人 一种是另外一台电脑 一种是我们的实体机 我用实体机来测 这台电脑的IP是多少 IP.A 它是250 好 这个时候来咯 我们刚开始测伺服器的时候 首先测的就是它的NMBD 回来这张图 客户端呼叫伺服器时 先确认NMBD是否可以给我连线 测试NMBD是否成功 就是要测它的名称解析 因此回来 在这个地方 NMB Lookup 这个指令 是一个进行NMB查询 你看名字 NMB Lookup 就是个名称解析 而名称是用 NetBIOS Message Block 的名字 那换句话说 你所要查的 应该就是它的 NetBIOS Name 我们刚刚设成File1 你看 它File1 QueryNameField to findFile1 我刚刚是不是设定 党中 有特别指定 它的NetBIOS Name 是File1 是 File1找不到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写Demo 那会怎样 它还是找不到它 我可以拼得到它吗 拼不到 哎呀 拼不到 拼不到是为什么 防火枪 又是防火枪 都拼不到 回去看 防火枪 防火枪 有什么破 来了 上把山用445 TCP 再往上 这里 不是这里 这里 名称解析用137的TCP 测试的过程用138的UDP 连线 连线用139 TCP 好啦 现在看到这件事情 连不到 连不到 不要傻 原来是防火枪 所以这个时候 看一下防火枪规则 IPTables -L 这样子够不够的给你有足够的理由 好好的去 学一下防火枪 因为防火枪这件事情 在连线上面非常的重要 好 在这个时候 input chain 里面 用TCP 允许连线谁 21新连线 只有欢迎 TCP 21的连线 那我要把上把的规则 加下去 加下去的对象 有谁 有137的TCP 138的UDP 跟139的TCP 我们一个个来 137的TCP IP Payball 插入一条规则 到input chain的前面 input 收到封包的网卡 是他的eSnet0 在哪里 在上面 eSnet0 协定 是TCP 目的地破 是 137 跟你说老师 三个破 好烦啊 对啊 我要写三条啊 不用 如果你 如果你 只有一个范围 或是一个破 你可以这样写 137 冒号 139 意思就是137 138 139 你可以这样开放 然后 连线状态 dash m state dash dash state 连线状态为 新连线要求 这种封包 是 接受的 接着 137 到139 的 UDP 好 TCP 跟UDP 都开了 等一下 445 还没开哦 看一下 demo 找不到 广播 广播找不到 Fire1 找到了 看到没 Fire1 找到了 哎呀 名称解析过了 它靠的就是刚刚的什么 NAN Service 137 TCP 那可以连线了吗 对不对 好 等一下哦 可以连线了吗 我已经开放了137 到139 的TCP 跟UDP 它应该可以过了吧 那是一回事 我们先把名称解析搞完 NNB Lookup 它的过程 刚刚写的这个Fire1 是指它的Netbox name 如果要反过来 反解 自己超好 192.168.0.250 用IP位置 反解 你可以看到 250 解析 Fire1 它的群组 是class 我刚刚写的 你可以用 这种 做法 去调 或去调整 或去查询Windows的机器 你也可以看到 Windows的讯息 但是Windows会故意把 它送出来的讯息 搞糊掉 会有点不清楚 但好歹你可以查到 Windows的主机名称 你可以用IP位置 用这个指令 可以查到 Windows的主机名称 这是第一点 我们用这个来测试 NNBD连线 有没有问题 目前 我把137 138 139 TCP跟UDP 都打开 那 基本上 它应该可以连线 好 可是 这是查询而已 可是 如果我需要进一步的 去了解 我的SMB 读不读得到 我的分享 读不读得到 你要靠下一个指令 叫做 SMB Client Dash Dial 你的 L 叫做浏览服务 列出 主机可浏览的地方 你后面可以加上 它的NBOSNAME 你可以看到 它跟我要root密码 不要理它 Enter 好啦 卡住了 卡住为什么 一样 刚刚那个问题 TCP445 没有开 它没有办法做后面的动作 你看它会慢 share出来了 有一个可以分享的对象 好 可是你只能看到部分的信息 要看看慢慢慢慢跑 那如果我希望这件动作能够快一点 我们在这边 用TCP 去开放 445 POR 的连线 你看 它等了一下 我把445开放 再来一次 开放之后再查 再测一次 Enter 好 好 那 看来这边的浏览应该没有问题了 好 那这是我 刚刚所写的 Free Share 外面的 连线都可以 在这个时候 45打开 它为什么会这么慢 应该还有别的问题 应该不只是这样而已 好 OK 然后 File One File Server In Sales 好 这边都找到 群组是这样 它的Master 目前暂时是File One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 这台主机所做的分享哪些 如果你看到印表机 印表机也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好 印表机也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那好啦 在这个时候 我们有这个东西了 查得到有服务了 我可以尝试进入该服务吗 我们的指令还是一样 S&B Client 客户端 斜斜 主机名称叫做File One 它的分享名称叫做Share Share在哪里 这个 分享名称 好 因为这是一个 不需要使用者验证 的分享 Enter 进去 它跟你要密码 不理它Enter 进去了 LS 哎 它说什么 它说列表被拒绝 为什么 回来看 这是我们的分享目录 这是我们的分享目录 列表为什么会被拒绝呢 Dash Z 就在这里 它的 S一定是Contest Type 不对 它是VART 所以你要用这个指令 Change Con 改变 这个目录的Contest Dash T Type 叫做Same 底线 Share 的 类型 Enter 好 设在 Share 上 改完以后 马上看 列表 成功了 OK 这就是一个 简单基础分享的进入 等一下我们来看 运用的方式